天外飛鐵溝 砸破車前擋 這輛白色休旅車 前方擋風玻璃 被飛來的鐵溝 砸破一個大洞 玻璃碎片當場試散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遮住眼睛 但是機器的碎片太多了 太多了 然後我全身都是玻璃碎片 剛剛頭髮去弄一弄 三天的 還是有玻璃碎片 當時坐在前座的黃姓男子 直呼差點沒命 有點像那個奪命中間站 好險沒有直接穿過來 不然當下午可能會覺得 整個就刷帥 被刮掉 上週五 黃姓男子坐 溫信友人的休旅車 從台北回花蓮 行進和平隧道那時 對向車道的貨車 突然飛來戲繩鐵溝 砸動前方擋風玻璃 車跟我會車的時候 他的車上有一個不明物體 直接砸向我們的前檔 還險些貫穿 是像坐在副駕駛座的黃姓男子 我看到的時候 就看那個泡物線的東西 那個鐵的東西 大概也將近有五到十公斤的東西 過來的時候 當下的反應 我也只能閉眼睛而已 溫信駕駛事後報警 警方查出造勢的是一名 張姓貨車司機 但至今對方人沒出面 談賠償事宜 讓他們覺得很沒誠意 造勢逃逸我也不打算跟你做提告 但是你事後的處理態度 已經相隔這麼多天了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汽修廠專員表示 幸好安裝的是 膠和防暴玻璃 要是一般汽車玻璃 可能就被射穿了 弱勢更換受損的玻璃 吸引停蓋刮痕 粗估要兩萬元 動新聞真是太可怕了 報導 它的戰爐 遇到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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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